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今天是2022年5月8日星期日 这个视频呢,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就是呢,最近美国在炒作,说俄罗斯呢,会使用核武器 那俄罗斯回应说呢,他们没有计划,也不会在乌克兰使用核武器 这个话说的呢,就比较有技巧了 这话并不排除俄罗斯使用核武器 其实,他只是呢,不会在乌克兰使用 那他会在哪使用呢? 这就是我今天这个视频,想要讨论的一个问题 你认为俄罗斯,如果是投放核武器的话,他会在哪使用? 前两天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有一个事 就是5月5号的时候啊,环球时报的前总编胡锡进 他在这个推特里头啊,在他账号里用英文写了一个推文 翻译成中文呢,就是这样的 韩国若与邻居为敌,便是乌克兰的下场 好,他这条推文发出去以后呢,马上就在韩国引起来了渲染大波呀 因为他说的是韩国嘛,那韩国各大媒体呢,就竞相报道 并且呢,他们还上纲上线,认为这个胡锡进啊,就代表着中国政府啊 说胡锡进能发这样的一个推文,这就是中国政府啊,对韩国的一种威胁 有一个韩国的专家呢,就对韩国的一个电视台发表了他的评论 他说呢,他说胡锡进的言论非常的无理 而且严重违背了中国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俄罗斯是侵略国家 如果中国也像俄罗斯一样,那将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很显然呢,他们就认为啊,胡锡进的这个话的意思是说 中国会入侵韩国 其实,胡锡进怎么会是有这个意思呢 我一看胡锡进那个推文呢,他就是提醒韩国 如果你再逼你的邻居的话,那邻居是谁啊 你韩国你有好几个邻居啊,中国是你唯一的邻居吗,对不对 那你最紧密的邻居,跟你挨得最近的那邻居,不就是朝鲜吗 韩国新当选的总统尹续越,他在竞选的时候呢 他就不止一次的就是说,他对朝鲜的立场和政策呢 是非常严厉的,是激进的 他说呢,对朝鲜的态度呢,不要被动 要主动,不要等着朝鲜攻击韩国 要在朝鲜攻击韩国之前 主动的对朝鲜发起攻击 你这个不就是胡锡进所说的 你与邻居为敌吗 如果你这种情况下的话,那你危险不危险 朝鲜就说了,如果你敢轻举妄动的话 我们就核武器伺候了 朝鲜现在是有能力的,他并不是没有能力呀 那胡锡进呢,好意提醒你们 结果呢,好心被当成了驴肝费 然后呢,就对胡锡进进行攻击 甚至呢,上纲上线 说这就是中国政府 胡锡进他怎么能代表中国政府呢 你还别说 胡锡进现在已经退休了呀 就算他不退休 他还是以前的那个环球时报的总编 他能代表中国政府吗 开什么玩笑啊 在很多的方面 胡锡进对中国政府还有意见呢 比如说对核弹头的数量问题 胡锡进就非常有意见 胡锡进就认为呢 中国现在所拥有的二三百枚那个核弹头 根本就不够 要想和美国进行抗衡 必须得和美国的数量差不多才行啊 不然的话呢 你往美国一打 然后让美国给拦截了 或者说呢 美国新发制人 让中国没有机会发射 你那二三百枚能管什么用 根本就没有用嘛 那胡锡进这意见能有用吗 胡锡进这意见根本就没用好吧 那还有特别激进的韩国网民说什么 说中国如果和我们为敌的话 我们就把太极旗插到天安门城楼 太极旗呢 就是他们的国旗啊 我一直就觉得那是八卦旗 怎么叫太极旗啊 不过太极八卦是一回事了 对吧 反正就是韩国的那个旗子呢 说是要插上天安门城楼啊 韩国有着本事吗 把你们的旗子插到天安门城楼 韩国呢 对中国的态度啊 真的是非常的敌意啊 他这个敌意呢 我认为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吧 一方面的原因呢 就是抗美援朝的时候 中国曾经帮助朝鲜打了这个韩国 对吧 当时呢 虽然说中国说是抗美 但是呢 他们那方也有韩国的部队啊 可能这是一个原因 另外一个原因呢 韩国人呢 和其他的人呢 犯了同一个毛病 就是不接受中国的崛起 不接受中国人 现在也过上好日子 更不能接受中国超过他们 就犯了这个红眼病 就这么回事 这就是这个韩国 那你韩国这个尹熙悦 他如果上台之后 还继续秉持 他在竞选期间的那个话语啊 对朝鲜的那种激进态度 不断的去刺激朝鲜的话 他也有可能把朝鲜给惹火了呀 朝鲜这些年来受到压制 现在呢 他先进武器都有了呀 他这些年以来被压制所憋的这火 他出不来 如果你韩国心里没点数 老是去刺激他 把他刺激火了的话 那你可不就会成为乌克兰吗 老胡说的哪一句话有错啊 对不对 并不是说中国会去攻打韩国 中国永远都不会 然后俄罗斯也不会 但是俄罗斯如果说被逼急了 要寄出这个原子弹的话 寄出这个核武器的话 会扔到哪呢 根据最近日本的表现 我认为呢 现在日本是向俄罗斯发出来了申请啊 我认为他在申请俄罗斯 你如果要打这核武器的话 你打给我吧 我是有经验的 美国曾经派了美国的小男孩到我这来 你是不是把俄罗斯的小男孩 也派到我这来呢 那在俄罗斯向乌克兰 发起这个特别军事行动之后 日本就上蹿下跳啊 非常的兴奋 日本就跟吃了兴奋剂似的 异常的活跃 首先就站出来 跟着美国一起 站出来呢 对俄罗斯进行谴责 完了以后 对俄罗斯进行制裁 这全都是冲在前面啊 然后对乌克兰呢 实行援助 甚至呢 还去商量这个印度 对乌克兰援助这飞机呢 惊停印度 它简直是脑子进水了 印度对俄罗斯是什么态度啊 你日本没点数吗 这日本就是检验一下 看看印度呢 是什么态度 也就是说 俄罗斯和日本同时掉到水里 你印度先救水 现在就检验出来了 印度就跟他说了 你俩同时掉到水里面 我对不起 我只能是先顾俄罗斯 我不能先顾你 这回行了 检验出来了 对不对 但是日本呢 就好像是完全看不明白似的 装糊涂 仍然是帮着美国来拉拢这个印度 给印度呢 很多的好处 希望印度能够回心转意 但是到现在 印度也没有回心转意 对吧 完了以后呢 日本为了能把他的物资顺利的运到乌克兰 又到中东去游说 游说了阿联酋 要在迪拜进行京庭 然后把物资呢 送到乌克兰 那日本呢 最近还去了什么澳大利亚 还去了英国 去了法国 反正呢 能去的地儿都去 为美国当这个急先锋 为此呢 拜登还对日本进行了表扬 认为呢 在俄乌冲突这件事情上 日本是立了大功的 是有功之臣 那还有呢 日本在上个月初的时候 就宣布 驱逐俄罗斯的八名外交官 他对俄罗斯进行制裁 俄罗斯没有怎么着 他们 他们竟然呢 主动的驱逐 俄罗斯的八名外交官 俄罗斯这八名外交官 回去之后 那在月底最近 27号吧应该 俄罗斯呢 说我要驱逐你 日本八名外交官 请你在5月10号之前离开 今天是8号 明天9号 然后还有两天的时间啊 他就得离开啊 这还不算 现在呢 日本极尽的就渲染 俄罗斯威胁论 说俄罗斯啊 想攻打日本的北海道 想把北海道占为己有 想侵略他的北海道 而且还煞有介事的说呢 说俄罗斯会从三个方向 来进攻北海道 一个方向呢 是从俄罗斯的本土 一个方向是北方四岛 另外一个方向呢 就从这个太平洋 从这三个方向呢 会攻击这个北海道 那俄罗斯呢 也挺配合他们呀 俄罗斯觉得说 你这样这么说的话 那咱们就准备准备吧 俄罗斯的太平洋舰队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在乌克兰的战场呢 用不着这个太平洋舰队啊 那太平洋舰队呢 就在前天五号的时候 就在日本海 进行了一个演习 是一个试射 咱们来看这报道啊 这报道这么说的 俄罗斯塔斯社六日报道 俄罗斯太平洋舰队 在日本海试射了 最新型的答案 反潜导弹 命中水下的目标 很有意思啊 这个导弹的名字叫答案 日本不是一直都纳闷 搞不清楚吗 说俄罗斯会不会打他 俄罗斯会不会攻占他的北海道 然后呢 俄罗斯就试射了一个导弹 叫答案 告诉你日本 这就是答案 攻占你北海道的这件事 可以有 可以有 说是试射的当天呢 太平洋舰队 出动了15艘的舰艇 和支援舰艇 并且呢 对这个相关的海域 进行了封锁呀 这次的试射 是非常非常成功的 那日本看到 俄罗斯给出这样的答案呢 日本现在也很害怕呀 他们所渲染的 那个俄罗斯威胁论呢 很有可能成真啊 现在日本呢 在北海道就部署了有200多辆坦克 然后还启动了他的什么北海道路上自卫队 还调来了他们的叫航空自卫队 在他们的一个基地啊 叫千岁基地 他那个千岁基地呢 是24小时待命的 时刻防止俄罗斯 来攻打他的这个北海道 但是这已经就过去好几天了 5号到现在 3天了 没有打他的这个北海道 现在日本呢 就蠢蠢欲动 日本本来在二战的时候呢 被美国投了两个原子弹 战败之后 本来呢 就想老实了 就觉得说呢 我们应该有一个姿态 他们就修改了宪法 在宪法里面 日本呢 就开始秉承专守防卫的这种理念 就成为一个防卫性的国家 我们不是进攻性的国家 我们不去进攻 我们只是防卫 这样呢 就给自己换取了和平发展的时间 那现在呢 他觉得说呀 他跟美国绑在一块 赢得了美国的信任 他们觉得现在呢 可以再出伤了 是时候再出伤了 所以现在最近 他们不停的在鼓动 尤其是以这个前首相 安倍晋三为首的 在鼓动说要修改宪法 去掉这个防守理念 改成进攻型的 如果修改宪法 改成进攻型的话呢 他就可以啊 研制和生产 很多这个进攻型的武器 没准呢 也可以再一次的 对俄罗斯发动进攻 现在他为什么渲染 俄罗斯威胁论呢 并不是他认为说 俄罗斯现在就威胁到他 因为俄罗斯现在 在乌克兰 被这个战争的拖住 看起来这个战争一时半会儿 是结束不了 那俄罗斯的国力呢 就会被削弱 他就没有能力 对日本进行进攻 说实在的 那日本不知道这个吗 日本其实是知道这个 他就是想制造 这样的一个气氛 趁机把他们的 立国之本给改了 实际上他改了之后 他随时要对俄罗斯 发动进攻 那北方四岛 时时刻刻他们都梦想着 要拿回来 什么北海道啊 这都是在国内忽悠的 忽悠修改宪法 忽悠发展军力 忽悠改成这个进攻型的 都是这个目的 可是呢 这就像这个老胡所说的那句话 如果你不停的 与你的邻国为敌的话 那你便会有一个下场了 俄罗斯应该是 无异于入侵日本 他也不大有这个能力 来入侵日本 但是你日本 如果老是来刺激 这个俄罗斯的话 俄罗斯在乌克兰这个战场上 如果说被逼到一定的程度的话 他又不能够正面的和北约进行冲突 那他怎么办 他就会杀鸡给猴看 这个鸡是谁啊 就是日本 日本你不是有经验吗 日本你历史上 你不是全世界唯一的一个国家 吃了两颗原子弹吗 对不对 毛主席讲过 扣能网 无疑能网 美国可以在你那投两颗 我也可以在你那投两颗 达到杀鸡警猴的效果 所以我就说 如果说下一颗原子弹投出 如果说俄罗斯投出原子弹 我认为很有可能 就是投到日本 这是我的一个预测 另外呢 顺便我还给大家一个预测 就是昨天呀 我看到韩国的报道 尹锡悦他不是10号就要就职了吗 9号的10号 也就是韩国呢 现在正在睡觉 对吧 等他起床以后啊 今天就是文在寅当总统的最后一天了 前两天他已经宣布了 最后一天他上完这班以后呢 他就会和他老婆一起去乡下安度晚年 看西洋西夏过一个田径的田园生活 但是我在这里想预测一下 文在寅有可能是韩国历史上 比前面的几个总统还更快的被投入监狱的一个总统 因为现在我看到他的反对派呀 现在都等不及了 已经是在对他的这一派的一些幕僚已经开始下手了 所以文在寅呢可能很快就会被投入监狱 这就是韩国总统的一个魔咒 好我这个视频呢就给了您两个预测 我们就等着看能不能成为现实 好我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